1949年12月10号 南冲解放 1950年2月20号 胡耀邦即到达南冲 担任川北区党委书记 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 这一年 胡耀邦35岁 可以说是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胡耀邦非常重视城市工作 报经西南军政委员会批准 于1950年3月 计划原南冲县城关区 新建乡 武凤乡 华凤乡 文凤乡 河东乡成立南冲市 1950年6月10号 又经西南军政委员会批准 南冲市为川北区直辖市 这是贯彻七届二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点 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开始了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的重要措施 也是要使川北行属所在地南冲市 成为川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重要措施 城市建设必须由城市规划为依据 南冲市为川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必须与之相适应 故规划工作为当务之急 1950年9月9号 在召开市政建设委员会成立大会期间 胡耀邦与参加会议的代表70多人 共商建设新南冲的百年大计 制定了发展新南冲的远景规划和宏伟蓝图 在建国之初 胡耀邦同志对南冲市的一个城市建设格局 规划设想上 是参照着省会城市的格局来进行实施的 那么当时 它的城市的核心 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五星花园 其实这个五星花园我相信很多人都特别熟悉 看到这个图 大家会发现它和咱们现在的南冲地图 是非常的相似的 对的 在当时来讲 以五星花园为中心 几条主干道呈星状向外辐射 那么这几条主干道 也把我们如今城市的基础格局 划分的清清楚楚 其实这个框架 还有这个整个的这个功能分区 还是非常非常的明确的 对的 因为在建国之初 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 已经充分考虑到了 未来城市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所以说当时我们可以看到 六横十纵的一个城市交通格局 也是完善了当时整个城市的交通网络 在1951年12月6号 当时召开的川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 是确定了以刚才的这个规划 作为咱们南冲市政建设的一个计划 当时南冲的市政建设有四个主要问题 是哪四个呢 对的 这四个问题也是南冲城市规划里边的一个核心问题 第一呢就是修整核堤 第二就是动员市民广泛的参与植树造理 第三就是兴建图书馆体育馆等文体设施 第四呢就是翻修公路彻底的整治下水道 其实这几十年来 咱们南冲之所以没有说是拆了再修修了再拆 也是因为当时的这个规划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对的 这个规划非常有前瞻性 在建国初期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国家帮统治还是争取到了400多亿旧币的这个拨款 用于咱们南冲的城市建设 对的 1950年刚刚建国之时 南冲的城市建设面积仅有不足1.5平方公里 人口不足3万人 但是历经两年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南冲市的城市建成区就已达3平方公里 人口超过了5万余人 正是市政设施的建设使咱们南冲的这个经济蓬勃发展 整个城市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面貌 对的 如今回顾胡耀邦在川北时期对南冲市城市规划 城市建设的领导 深深感受到胡耀邦同志站得高看得远 始终把眼光着眼未来 无限崇敬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贡献毕生经历的坚定信心和伟大气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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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